哈喽兄弟们,我是刘哥,那么再过两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我准备硬个井来做一个六一儿童节送给孩子们适合他们玩的一个玩具的一个特别视频 肯定很多朋友听到这里,刘哥啊,我们就是混魔玩圈的天天跟玩具打交道还用你推荐吗? 嗯,no no no no,我觉得我们那些什么圣斗士星石啊,变形金刚啊,高达啊,未必适合孩子 我觉得应该给孩子呢,买一些那种比较小巧的,比较有那种心意的,比较精致的小玩意儿 未必是玩具,价格方面呢,不用很贵 那今天介绍的玩具呢,有三款分别都是大概五十块钱左右 不是什么玩具,但是呢,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些小玩意儿 来吧,就给兄弟们来推荐一下 那么第一个小玩意儿呢,其实成名已久 相信很多兄弟们都在各个平台上面看过他的身影 也算是一个网红类的小玩意儿了 到底是什么呢,请他出场 耶,没错,就是这个东西 方方正正的这里写的orange橘子 来转一圈给兄弟们看一下 其实就是一个方盒子 就是一个方盒子 这边呢,有一个猫的爪子,它是一个扩音喇叭 旁边写的各种注意事项,是一个箱子一样的这种造型 底下可以开关的,那么已经在on的位置了 到底是啥呢 其实肯定很多兄弟们已经知道了 这边有一个猫的这样子一个盘子 然后上面是一个鱼,对吧 一只鱼已经吃的差不多了 我们拿出一个硬币,来,处罚它 试败了,再来一次 成功了,不好意思啊 这个东西呢,没错,就是叫做偷钱猫储蓄罐 非常可爱的一个小玩意儿 然后呢,送给小朋友们啊 真的是我觉得挺好的 第一个,帮助他们存储钱 那第二个呢,就是也可以让我们这些大人啊 放松放松,来 开始你的表演 接下来,第二个介绍的东西呢 其实与第一款呢,有一曲同工之妙 到底是什么呢 一只狗,我们先来看一下细节吧 依旧是站在一个箱子上面 这边有一个它的吃饭的东西,狗盆 然后呢,这只狗啊,摇摇晃晃眼珠子 你看,里面也是一个黑色的球 摇头晃脑舌头啊什么的 好像都是可以随意的晃动的 身体也是,还有这耳朵你看 哎呀,你到底要干嘛 嘿嘿嘿嘿,好环动啊 那么它依旧也是一个存钱官啊 我们来演示一下 把它放在它的盆子里 你跟盆子有仇吗 你会发现,其实它这个钱啊 就已经掉下去了,对不对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我要看到你欢欣鼓舞的舞动起来 卓穿了地板 你这个啊这么长 对吧,换一个角度 来换到这个角度 你们看的更清楚一点 你看啊,这个就滑下去了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它屁股的部分啊 你这个实在是太囂张了对不对 我停不下来 再来一下 我克制一下 总之就是一个这么样的东西 它还是一个存钱罐 然后存的满满当当 但是你会发现 你一天累了之后 然后玩一下这个东西 你按一下 开始你的表演 哎呦 放在桌子上 也很不错 你看它这个雄心特征 特别明显的这样一个 对不对 戳穿地板 特别不安分的 你就觉得 一天马上元气满满 该去工作 该去上班 该去接孩子了 是不是感觉 其实它应该是送给我们这些大孩子的东西 除了微博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 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加号 选择添加朋友 再点公众号 搜索刘哥魔丸就能够找到我了 想与我互动交流 了解最新的玩具资讯 看我的首发视频 就来我的微信公众号吧 每天我都会在这里等着你们 那么最后一个东西呢 是我最为喜欢的一个小玩意儿 就请它出场 当当当当 你们会发现我今天好像跟钱啊 很大的关系 没有错 我是一个金牛座 所以说呢 对于存钱这一方面 是有一个执念的 今天第三个我直接搬出了一个ATM的一个存取管机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很粉很Q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买粉红色啊 是因为这些东西全部都是送给我老婆的直女的 我这个呢都是挑选了一些小女孩喜欢的一个特色 你看方方的 真的做的还挺不错 这个东西好像是85块钱的价格吧 底下是这个样子 还有一根毛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一根毛不知道为什么 它的开关方面在这里 然后呢 也有一个充电的 它是有个充电的 带一个充电线也是粉色的啊 女生特别的喜欢 我们来打开开一下 好像有一个音效的吧 哦是有音效 这个音效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童年 那上方呢 是有各种各样的按钮 都是可以按的 它这边你看是可以插卡的 首先它附带了三张卡 这个三张卡呢 做的很像是我们平时用的那种银行卡 所以说给小朋友们啊 真的是可以过家家用的 我们随便选取一张吧 绿色啊 比较符合我的一个形象 那么插进去 哒哒哒哒哒 哎 小的时候就这样子了 那么呢 它可以首先存取一下这个钱币 而且是一个纸钞 吃进去了 然后呢我们写一下纸币存款 你看它还要手动的输入 100元 100元 那么再存一个10块钱的吧 啊哈 就进去了 那么再写一下 啊 10元 点下纸币存储 那这个时候呢 你点一下这边的余额查询 啊110元 那你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选择取款了 那我这边先不演示啊 它同样你看 这里也是有一个可以投入硬币的地方 这个投入硬币啊 就不需要像纸币这个样子 还要你输入了 它毕竟没有那么高大上 但是呢硬币是可以的 你看我们投入一个1块钱的 1元 那我换一个5毛钱的 5毛钱的 0.5元 1毛钱 0.1元 没有错 它这边应该是根据它的尺寸大小 然后呢 还有重量来判断的 再来一下 1元 对的 那么如何取款呢 首先点一下取款 比如说100块 再点一下 密码呢 它的这个初始密码是4个0 好 那底下呢就已经开了 你看 100元 我们就可以把100块钱给拿出来 你看所有的金币 其实你都可以给它拿出来啊 给它合上 那合上完之后呢 其实你会发现 对 你用力拔一下 它是会有警报的 这个是打不开的 完全打不开 你必须要输入密码取款 10元 10元 然后呢 取款 密码 4个0 你看 这个给小朋友们啊 过家家 我10块钱 拿出来 这个东西你看 小朋友们坐在一块啊 这个一起过家家 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好玩 然后呢 再把这个 啊 我取完钱了 然后就走人了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你们弹幕这会儿是说什么 刘哥你实在是啊 太太无聊了 但是我觉得啊 有的时候就是要回归一下 玩玩这种东西 是不是感觉到 一下子真的是 像是回到了童年 真的是六一节快乐了 好的兄弟们 那么这一期六一儿童节 特别偏的视频就录制的差不多了 平时都是录制一些高道上的玩具 这一次突然来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小玩意儿 其实呢也是挺不错的 对不对 老是看一些高道上的玩具 要看看这种 真的是可能能够打动孩子们的心 甚至是我们这些成年的大人们的心的一些 有巧思的小玩意儿 也是很不错 价格方面呢 两个小的都是30多块钱 大的这个80多块钱 给孩子拿去 比如说过家家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么大人呢买了 然后呢放在你的这个柜子上啊 放在你的这个桌面上 平时闷了 哪一个硬币 逗逗它们 也是很好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OK 那么今天视频就在这边结束了 喜欢我视频的话 记住点击订阅 还有关注 还有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 刘哥魔玩 同时也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 也是刘哥魔玩 那么兄弟们 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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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捞